最快速的去宽链行情,最新鲜的业界新闻,或新财经为你一网打尽,赶快关注我吧。 或许去宽链行业最新最全资讯,行情速滥,数字货币市场在BTC利好的推动下,维持较强商场趋势, 随处到因BTC接触6800阻力带造成小幅波动,但暂时没有打破涨势。 截至17日晚期点,全球数字市场总值降昨日2672亿美元,增长到2716亿美元,增长至14亿美元。 BTC则因采矿难度下降,ETF预期利好,巨量场外收购等消息,促使BTC维持较高位置。 小幅调整后,或有望突破6800,冲击7000美元,市值排名前100的数字货币84涨,16跌。 其中Tex涨幅24.28%之手,Tex已经临时两日占据最高涨幅。 昨日涨幅52.62%之手,21只把块上涨。 其中社交通讯概念表现最好,涨幅6.02%,昨日涨幅最大数据储存概念,今日涨幅4.78%,涨幅排名第五。 走势最弱,为唯一的跌赶快。 主要货币中,BTC线报价6729.15美元,24小时涨2.69%,S线报价475.01美元,涨1.36%,ZEP线报价0.474107美元,涨3.27%,BCH线报价798.96美元,涨4.62%,S线报价7.98美元,涨3.48%, 名家看市,一,狂人研究院,目前涨内资金短缺,大户还在持续收集筹码,短期很难开启牛市。 但是,鉴于目前多方利好消息刺激,也许未来比特币ETF真的会被通过,伴随着更多利好消息的事吧。 熊市有望提前结束,虽然比特币暴涨,但打不放杀价币,还都没有给出积极回应。 只是一些主流币,形成了一些联动效益,说明资金还处于观望态度。 希望大家不要盲目追高,注意短期回调风险。 B老爷,BDC,BDC的时间带量连过4小时吗? B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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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C6700,BDC三个压力位,6700站上去以后,中期就是7000乃至7400点。 总体走势不错,不过一小时级别上有一些顶背离,短时间爆炸400点之后,也需要有一些回落和整固。 S和大盘差不多 但是稍微弱于大盘 4小时上看已经酝酿了一些正当整顾的动作 正当整顾后效方空间还是有的 520到531代有压力 EOS跟着大盘涨了 但总体依然弱于大盘 阴急性不强 现在EOS被代表的攻略 现在不在热点 处于随波主流的状态 数字货币区是狂人 BTC昨日出现单天的放量大涨 直接涨至6700到6800一代强压师 自己呈现出较大面积的入场行为 今日出现连续的窄幅震荡 说明两件事情 一、空头继续压火 没有砸盘的意愿 二、压力微粗压力较大 直接突破的概率不大 多头的情绪仍然存在 LUB中期底部的特征比较明显的EOS将在7、8.4之间震荡为主 独立航行概率依然不大 HT3.5仍然是重压力位 没能直接站上 预计会跟随比特币震荡为主 再次上工区要成交量持续的放大 有一定的上涨需求 这位置对于瑞波来说 确实不算高位了 所以暂时以持比为主 等待跟随大饼的上场 新闻速滥 国内消息 以比特大陆向清华大学 真正设立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 据凤凰网消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决定成立数字金融资产研究中心 据悉 此中心为比特大陆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真正设立 旨在开创数字金融资产新型领域的学术研究 整合世界顶尖的业界和学术资源 为数字金融资产领域的健康发展和制度设计 单线全球领先的研究平台 二 火币需快链行业周报 快链游戏项目投资热度较高 巨火必需快链最新行业周报 北周新数字资产分布以英国为主 金融类应用为主要应用领域 北周完成公募融资的新数字资产项目共有61个 多在英国 新增数字资产最多领域是应用类 其中金融类应用债比最大 本周共统计17比区快链行业的投融资项目 投资热度较上中有影响变化 区快链游戏项目投资热度较高 三腾讯区快链总经理 快链应用与发票 可实现交易及开票 开票及报销 在新加坡世界区快链峰回起第二届国际区快链游戏论坛上 腾讯区快链总经理蔡一哥提出了区快链电子发票 游戏供应链金融三大应用场景 其中对于区快链电子发票应用来说 对于用户报销可优化 对于企业管理可优化 税务部门治理可优化 交易及开票 开票及报销 腾讯区快链提供底层服务能力 标准的服务接口 以别个服务商开发服务能力 发票开具 基于区快链标准服务接口 开发服务与开票企业的完整服务能力 包括区快链电子开票 发票交易 发票查询 发票流转 自身需具备知名言证的能力 基于标准服务接口 提供包票的流转服务能力 同时在链上显入流转用户身份信息 包票保销 通常为财务软件 具备财务作帐等能力 基于标准服务接口 开发企业的报销服务能力 在链上显入发票的包销状态 国外消息 以美国区快链协会 计划在美国安装5万台数字资产ATM机 至Irish Tech News消息 美国区快链协会 正与全球其他协会结成联盟 计划在美国各地安装5万台 支持数字资产的ATM机和销售点终端 以创建一个全球数字资产支付系统 GCPS 二、日本金融厅改组 新成立综合政策局 负责处理数字货币等问题 据至今消息 日本金融厅经约进行大规模组织改革 新成立综合政策局等部门 综合政策局将负责处理财务管理的战略制定和金融科技问题 包括数次货币和洗钱 未来将致力于加强与金融科技传播 相对应的括号业立法和市场管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金融